那麼我想其實我們的觀眾 或者說我們的民眾 對於我們的這次中華隊的表現 已經非常的有信心 也非常的感動了 那麼你怎麼看這次的雅錦賽 中華隊或者說對球迷來說 啟發是什麼 中華隊這次精采的表現 尤其是從預賽 複賽 一直連勝到八強賽 擊敗大陸隊 我覺得他不只是提升了 整個台灣籃球的希望 也讓很多 可能沉睡十幾年的籃球迷 重新活了過來 大家為中華隊吶喊 大家為中華隊加油 一個很大的關鍵 在現在傳媒這麼流行的情況底下 真的大家就是奔香走告 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馬上就傳到臉書上面 大家來加油了 的確 中華隊雖然在四強賽 連輸了兩場比賽 但是其實他把我們台灣 沉睡十幾年的 整個籃球的細胞 把球迷的熱情完全燃燒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 中華隊不但重新闖進了四強 也讓整個台灣籃球 展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朝氣 當然也可以吸引到政府的重視 所以球員的努力 帶來一個非常棒的結果 球迷逐漸對我們的籃球有信心 而球員的努力 我相信政府也看到 這對於整個未來台灣籃球的發展 我覺得有非常正面的幫助 你剛提到吸引到政府的注意力 那麼我們就想問了 在這次的比賽 或者說在歷來的比賽當中 政府的現在是體育署 還有以及我們的籃協 他們有做一些什麼 可以給我們球員豐富的資源 豐富的後援嗎 那麼未來他們還可以再多做些什麼 其實運動比賽競技場上有沒有奪牌 有沒有打出好成績 是所有的運動迷跟籃球迷都會關注的焦點 中華隊出色的表現 大家當然會想到說 我們的政府為我們的籃球 為我們的體育提供了什麼 其實政府所提供的資源當然存在 我們的基層扎根 我們的校園聯賽 還有我們相對性 不管是場館或者是 SBO聯賽的一些政策上的資源 其實政府都在做 只是這些做的東西 不一定可以馬上顯示在我們國家隊的戰力 或者是我們聯賽的基礎上 但是這一次 中華隊重返了亞蘭的市牆 我們上一次打進亞洲市牆 是1999年 在日本福岡亞運 所以是14年前 已經是14年 所以其實中華隊這麼出色的表現 也讓我們 帶動我們整個國內的籃球風氣 政府會更重視 政府能做什麼 除了在基層扎根可以做得更廣 經費可以更多之外 我覺得整個台灣籃球的市場跟環境 是不是要加碼去投資 甚至於把它職業化 目前亞洲市牆裡面 韓國有職業籃球 大陸CBA早就是職業籃球 菲律賓的職業籃球 已經30幾年快40年 反而是我們的職業籃球 在1999年垮台之後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SBO是屬於 辦職業的俱樂部聯賽 造成我們中華隊11個國手裡面 有5個拳都到大陸去打球 所以其實國內整個籃球的環境 是不是要加碼投資 是不是要把它經營得更好 我想這個部分是政府可以來關心 可以用政策來提供更多的協助 我想有些球迷可能會想問 既然沒有職業化 讓我們的球員沒有發展的舞台 我們12個球員裡面 有5個是到大陸去打球 那麼對於這次的表現 會不會有影響 默契上會不會出現問題 其實默契我倒覺得不會 我們這5個拳道的CBA 在大陸打球 他們的對抗性更好 他們的經驗更豐富 而且他們把自己的能力都提升上來 回到了中華隊 跟規劃的中鋒 Davidson做個整合之後 為什麼中華隊今年可以打出 完全不同的氣息 當然Davidson規劃 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 我們這5名旅外球員 他們的成熟度更高 再搭配我們本土的球員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團隊 凝聚得還不錯 不過 因為擊敗大陸之後 讓我們國內所有的籃球民 有一個錯覺就是 我們中華隊在四強 是不是已經達到了亞洲A級球隊 嚴格來說 昨天輸給了伊朗 今天輸給了韓國 我們嚴格來講 只能算是A減級 甚至於定位 應該在B加級的球隊 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包括球員的天分 包括個人的動作 包括我們團隊的整合 所以其實中華隊這次 帶給我們一個很棒的啟示 就是你只要努力 並沒有什麼不可能 中華隊真的夠拚 夠努力 但是我們真的已經達到了 亞洲四強的A級球隊嗎 我覺得我們還有一些 努力的空間 所以我們各界都必須要來努力